皇帝之所以能做皇帝,就是因为号令天下群雄,广交四方豪杰,人生在世也是如此,贵人亦多,什么好运都会随之变多,当然得道者多住的道理是不会变的,生来菩萨心肠之人,也注定有半辈子皇帝命傍身,老来福气不会小,下面这四个生肖就是这样的人,希望你也在里面。 龙年出生的人,人虽然霸气,但丝毫不霸道,在性格的深处是人善至极,佛性十足的,鼠龙人多半具有厚健,愿意为了身边的人先受点苦,和人相处,也是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持之以恒,收获贵人心。 事业场上早晚成就大业,大富大贵的后半生源于好心肠,所以鼠龙人就算苦一时,也早晚因为自己的好心肠而重新振作。 龙年出生的人,因有神龙般神秘变幻莫测的特质,所以个性令人难以捉摸。 属于富有野心的梦幻家,喜欢冒险,追求浪漫的生活,同时性情淡薄,不拘泥于世俗之间,自然而然给人一种大人物的风范。 龙年出生的人心思汪洋,变幻莫测,平日看来很懒散,整天坐着看电视,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 龙年出生的人,胜来就是豪爽之人,处事颇具条理,周全细致,擅长体察别人的心理,唯有一条不会变,那就是自己再辛苦也不会苦了别人,因此他们的身边贵人特别多,和他们相处过的人都会格外信任。 从一穷二百到大富大贵的路上,没少贵人相助,属鸡人的福气更是越老越足,不至于穷一辈子。 鸡年出生的人相貌骄好,特别是男子,英俊挺拔,属鸡人也总为自己的相貌而骄傲,爱显示自己。 人们不会看到属鸡人有懒散的样子,属鸡人总是昂首挺胸,端庄而尊贵。 即便这年出生的最怕羞的人,在人面前也仍显得精干,灵秀显示出自己的个性气质。 蛇年出生的人,看似精明现实,其实最有义气,在家人手足之间也好,在朋友相交间也罢,属鸡人都会嫌他人之忧而忧,后他人之乐而乐,菩萨心肠,是天生,看不得自己身边的人受苦。 鼠鸡人的厉害之处,就在于能以巧妙的方式驻人渡过难关,自己的霸业也有朝一日,能在贵人手中成为现实,生财有道在中年,大富大贵在晚年。 蛇年是十二生孝鼠,相较有皇帝命的年份之一,排在第六位,在龙年之后,马年之前。 蛇年出生的人大都具备了聪颖的才智,有不凡的情商,带人处事的能力也不错。 他们的缺点是有妒忌心,蛇流给人的印象一般是邪恶又狡猾的,他们是冷血的爬行动物。 但总体来说,蛇年出生的人生活运势是不错的,他们的生活有比较少的坎坷。 即使偶尔会遇到困难,也能有贵人相助,往往能逢凶化吉。 所以,他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,日子一般过得一帆风顺,不会有大灾大难。 狗年出生的人生来不是特别精明,但特别实诚,为人处事都极具稳重气质,是不为人知的皇帝命,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天生的菩萨心肠。 属狗男女都具有人意心肠,将信用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,一般不轻易辜负他人。 他们自然也不会被别人辜负,一辈子帮过多少人,就会被多少人帮助,是典型的皇帝命。 老来多富都有可能,属狗之人只会是个有福之人。 狗年出生的人也具有忠于主人的特性,对工作很投入,不会轻言跳槽。 如果不是主管,则在工作上会充分发挥实力以上的表现,让主管也有光彩。 尤其是在年轻时期,只要能顺利表现出忠诚,且服从上司,就会深受器重,是很好的工作伙伴。 不过55岁以后会有较多纷争情形,必须宽心,诚实,冷静,沉着地去克服,打破难关,才能更上一层楼,而在社会上更有成就。 但如果无法顺利突破,就只能在那种情形下平安过一生。 在个性上也和狗一样的活泼,也具有敏锐的直觉力和判断力,会毫无厌倦地跟着他信得过的上司和朋友。 其实,皇帝命是只生在吉时,命自为吉,生在凶时,命中带来诸多不顺,之所以又能成就霸业的人,才是真龙天子命。 而皇帝命的生肖,出生时辰可是重要的决定因素,而人生的祸福与出生时辰也是密不可分的。 十二生肖生在何时是皇帝命,生在何时又是乞丐命? 子蜀,丑时出生皇帝命,为时出生乞丐命数年生人,命水最旺,如果生在一天之中水气旺盛的丑时,一点至三点,才来如于得水,权贵注定可得, 人生豪迈富贵一辈子。 而为时属土,土稀水克财,如果消暑人出生在未时,十三点至十五点,人生辛苦大于田,劳心劳力一辈子,穷困百时,不已翻身。 丑牛,子时出生皇帝命,五时出生乞丐命牛年生人,命数师土须水润,若生在子时,二十三点至一点,命里得财不破财,轻松富贵一辈子。 但是如果生在烈日当头的五时,十一点至十三点,正如耕牛顶烈日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辈子辛苦劳碌四乞丐。 银虎,五时出生皇帝命,身时出生乞丐命虎年生人,命数羊目最喜羊,五时是一天之中,羊气最旺的时刻。 所以如果生于五时,十一点至十三点,事业豪迈人生顺,桃花运也会特别特别旺盛,不出三十五岁就发财。 但虎年出生的人最计深,如果出生在深时,十五点至十七点,人生所欲小人多过贵人,发达致富难于登天。 卯兔,亥时出生皇帝命,有时出生乞丐,命土年生人,命数羊目聚财水,如果出生在水气旺盛的亥时,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,聚财顺利,生财有道,是做大老板的命运,一生不是官就是父。 但是若出生在了金气旺盛,可自己五行的有时,十七点至十九点,坎坷一生,特别是情路坎坷,不易与正缘。 婚姻不一定可以门当户对。 陈龙,此时出生皇帝命,陈时出生乞丐命龙年生人,命属土而须水,龙无水则难以腾空万里,所以出生在子时,二十三点至一点,的属龙人,财运天生好,聚财无压力,是能做大事之人,更是具有过人气度,能长大权的风云人物。 但属龙人若出生在尘时,七点至九点,自行加深,事业不顺,脾气火爆,一驱走贵人和福气。 四舌,卯时出生皇帝命,陈时出生乞丐命蛇年生人,命属阴火,性多阴沉,内心叫狠。 但如果属蛇人生在卯时,五点至七点,性情纯善,一辈子注定可以和气生财,做生意有人相助,职场上受人提拔,基本上可以心想事成。 但若是出生在尘时,三点至五点,早出生一个时辰命运,就会千差万别,人生坎坷,苦难较多,聚财不易,福博命传。 五马,卫时出生皇帝命,丑时出生乞丐,命马年生人,命属阳气最盛之火,如果生在卫时,十三点至十五点,命中余温不退,财情甚好,生得一表人才,还能口出文章,腹中锦绣,注定可以成为人中之龙,聚财又往桃花运。 但如果出生在夜间丑时,一点至三点,之间,命火被水灭,财运大打折扣,命运坎坷少人问津,性格自卑,缺乏自信,在职场上比较难成功。 卫阳,卫时出生皇帝命,虚时出生乞丐,命阳年生人,命为鹿旁土,土是否贫瘠,就看其上能否生木发芽,而卫时属木,生在卫时五至七点的属阳人,天赋过人,思想成熟,才能出众的他们能赚大钱,更能在事业之中追求到自己想得到的地位,手握重权。 但如果是出生于虚时,十九点至二十一点,的属阳人,命力缺水则难负,人生不是极苦就是极穷,很难逃脱为人打工,寄人篱下的命运。 申侯,陈时出生皇帝命,亥时出生乞丐命侯年生人,命为火中金,金玉土更为贵重。 所以如果属侯人出生在尘时,七点至九点,龙气旺盛,一生注定不凡,创造大业之中,定能因缘美满。 而出生在亥时,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,的属侯人命运就不太明朗了,聪明过人却不可误实,所以人生中变量很多,不亦发财,亦成乞丐命。 有鸡,四十出生皇帝命,亩时出生乞丐命即年生人,若生在四十,九点至十一点,就是上上级的命运,火融金极带财,贵人将伴随左右,旺财旺运,人生怎一个顺自了得。 但属鸡人若出生在亩时,五点至七点,天资平平,个性急躁而不易成大事,人生小人多而贵人少,不得不求人周全,日子艰苦。 虚狗,银时出生皇帝命,丑时出生乞丐,命狗年生人,命歌属土,造土虚木生,银时属木,正得其时,出生在银时,三点至五点,的属狗人,好运为天生,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发财致富,是能做大事的人。 但若生在了银时之前的丑时,一点至三点,则命苦之中难以翻身,人生吃苦数十年,难盼的转运日,穷就是穷的叮当响。 亥诸,银时出生皇帝命,身时出生乞丐,命诸年生人,命为福元旺盛之水命,如果出生在魏时,十三点至十五点,命中贵人多而财运好,好运气再多也不会有覆水难收的一日,人生幸福无止尽。 但如果出生在羽之六冲的身时,十五点至十七点,身边有小人作祟,人生争斗无穷,难得清闲,而且姻缘方面也较为寡淡,生活轻苦较难负。 以上是叫有皇帝命的生效,各位朋友可以参考老师说的,没有皇帝命的朋友也不要气馁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才气满满。